大家好我是小花 其實我之前有很多酒店 精品旅館 民宿 什麼都住過 但這個就沒有住過 於是這次讀旅遊台灣 我就想不如找不到一個人 不如就試試住 就是太虹床 我在網上就找到這間叫黑熊好麵站 看到好像多新 紅寶寶好像很有趣 於是就訂了這間 因為其實有很多 現在就check-in了 於是就跟大家看一下 這裡的環境是怎樣 它有兩隻可以選 一隻就是女賓 一隻就是男賓 一隻就是混合睡的區 我就選了一隻給女生睡的那一層 感覺很像安排 雖然我也整個男人這樣 每人都會有一張這樣的卡 進來後面就已經有熱水機 轉個彎後面就有很多的locker 每個人的locker都不同 我現在對著了 裡面可以放一些行李箱 一些雜物 我們再轉過來 這裡有一隻行李箱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洗手間 淋浴區 還有化妝室 住太空倉是沒有自己的廁所的 所以要跟人共用這個浴室 浴... 所以要跟人共用浴室 廁所 但OK的 一定是乾淨的 OK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浴室環境 嘩 它自動開的 是沒有人的 所以我才可以這麼時無忌待在這裡拍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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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去就會見到一個個的倉 那一件是我的外套 有分下倉又或者上倉 到時你可以選擇的 如果有空位的話 我這次就選了下面 因為好像一騰騰出來方便一點 不用走上走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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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燈 嘟 嘟 嘟 閱讀燈 背景燈 嘩 很辣 鏡前燈 我今晚睡的地方 就是我的太空倉 那裏還有一部大電視 多好 別人認為都幾闊落都幾好 而且進來會有這一塊的東西 就有個籃子 裡面有毛巾啊 遙控啊 有一部大電視 我已經很滿足了 今天就是這樣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我一個人在台灣所經歷的事 嘩 放了什麼烏龍 還有吃了康熙來了介紹的什麼美食 拜拜